在柬埔寨 这边要办活动了 是第32届东南亚运动会 5月份就要举行了 那结果呢 柬埔寨总理鸿森 还要推出三免福利 免费送票给所有民众 免费为体育代表团提供参数 免费提供转播权 哇 这要花多少钱 柬埔寨有吗 恐怕没有吧 那是来自于北京的银弹咯 我想应该是这样 因为柬埔寨 虽然这几年开始经济 逐渐在发展中 结果我们台湾也很多人过去投资 我好几个朋友都在那边有投资 那但是你说 它毕竟还是一个经济发展中国家 一下那么大手笔 我看它政府是拿不出来的 所以显然是中国在这方面 帮助它非常多 那我觉得这也对啦 为什么 因为柬埔寨目前的经济实力 办这么盛大的活动 那如果到时候都没人去看 不是很大差吗 可是如果一般的售票方式的话 恐怕柬埔寨的民众 一般是买不起那个票 所以干脆直接免费开放让你来看 我觉得这样比较好 那既然都免费开放让人家来看了 那就让这些选手时数也就全包了 其他的东西也就OK了 那我觉得这样是 也是一个不错的事情 为什么 也就是对这些相对后进的国家来讲 他可能没有举办这种大型活动的经验 所以如果有比较相对先进的国家 能够给他技术上还有经济上的一些援助 让他慢慢承接起来之后 我觉得可以让他从中去学习很多东西 那这对相对来说 对发展柬埔寨的观光业也是有帮助 那中国也不是白花这个钱为什么 因为中国大会在柬埔寨投资了很多东西 所以这对 等于中国大会这种钱 看起来好像在帮助柬埔寨政府 实际上是在保护自己的投资 是在为自己其他在柬埔寨当地的产业 做更大的一个投资而已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以长远的目光来看 是双方互利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介大使你看现在拜登呢 他是要挑战2024要拼连任 那他这个是不是也有一点像是要 塑造出说 我现在是全球的这个霸主 所以你看他是在 这个白宫已经宣布了 5月先去参加日本广岛举行的G7峰会 然后到了5月24号还要再跑澳洲 去参加跨的峰会 讨论如何来好好的合作 那以现在来讲 你今天拜登你要出来选 拿出政绩来 比方说是不是让这个大家觉得说 过去你在执政的时候 大家日子变得比较好过 可是以现在目前来看的话 有吗 纽约的基金会报告 全市50%的家庭收入 根本无法满足生活上的基本需求 移民有色人种情况更为严重 而甚至呢 连美国是不是都还有 这个银行的问题导致经济的未爆弹 大使 对 这个民主政治这些 这些特质就是他国内没有成绩 他就要国际上去搞一些威望的事情 那蔡英文不就这样吗 蔡英文内政上有什么成绩 那一定 所以他一定要搞什么 过境啊 要到美国 然后一开始催着要去华府 还要去国会演讲了 最后得到什么 最后什么也没有啊 是 拜登目前处境也是一样 他事实上他就是要靠这些 在美国际社会上展现 美国还是世界盟主 美国还是世界第一强国 这种虚荣啊 来麻醉自己国内选民 表示他的领导很成功 美国还是世界第一强国 这些啊 什么G7 什么Quart 都是美国的这些小帝国家 他在里面啊 耀武扬威啊 那个啊 展现出极高的姿态 他就是要拿这个 做一个舞台而已啊 你说他谈的这些议题 俄乌战争 现在泽伦斯基都跟习近平 都通电话了 你美国有办法吗 你美国渐渐已经失去 这场战争的一些操控能力了 泽伦斯基转向了 对不起啊 那你还去谈什么俄乌战争 全球粮食 那基本上全球粮食 你美国的基本上最近 他们的这个有关的玉米 大陆不买了 大陆退了很多这些 大豆玉米退了退订很多 转向巴西 转向南非去买 你美国自己的 这个粮食的供应都有 粮食的市场都丢了 你谈什么全球粮食啊 所以我是觉得 这些都虚的 他真正就是要怎么样 到时候你就看 拜登又是一个 凶灵天下的姿态 在他这些小弟面前啊 摆谱 然后做给谁看 做给美国的选民看 所以啊 这些跟着美国在那边啊 跟着美国一起演戏这些国家啊 我是觉得不必须当人家道具了啦 就是美国这场戏里面啊 舞台上的道具而已 是 不过我们讲到车市的变化好不好 朋友有一个最新的报道 大家来看一下哦 今年的第一季哦 比亚迪在中国大陆的市场销售量呢 去跟福斯来比一比 结果发现 哎 更猛了 电动车说只有占6% 比亚迪变成了中国大陆最畅销的汽车品牌 结果福斯的执行长说 比亚迪非常非常强 到头来销售量不是一切 所以现在比亚迪已经给了福斯 还蛮大的压力哦 那现在目前呢你看中国大陆现在在政策 又在积极的这个推动哦 观察到的一个现象 以最近上海车展为例呢 他们现在就发现说哎 新的车型当中新能源车就有76款 而传统燃油车只有58款 哇 所以首次已经出现了新能源车 超越传统燃油车这样的现象 蔡委员这代表什么意思 这代表的是中国大陆在能源车跑第一的话 那他是已经掌握先机占有最大的优势吗 在这一次车展之前 我很喜欢嫌中国大陆新能源汽车的 设计不够活泼 没办法因为这种车子设计的这种技巧 就是要让年轻人喜欢嘛 那妇女喜欢嘛有不同的市场 我讲半开玩笑 像我跟街大陆这种年纪啊 你用什么新鲜的车子 我们也大概也无动于衷 我们到那边要让老式的车子比较习惯 可是要开拓市场就开拓年轻人市场 跟妇女市场 那现在这一次的车展展现出来 就是中国大陆的设计的风格 已经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一下子推出好几款新型的车子 来吸引年轻人吸引新的阶层 这个方向是对的 因为他们每开发一个车款的时候 他要冒很大的营业的风险 那因为要做投资很大 而且不晓得卖得好卖不好 那这一次竟然很成功的 推出了比旧那种油车 还要多的款式 而且获得很大的回响 如果说只有一两种获得很大回响 就算了不是 几乎全新的车款里面都朴厚好评 这表示中国大陆新一代的设计师 年纪轻 然后这个也有女性设计师 在里面付了很大的辛劳 这是好现象 因为在国际市场上 要争抖这种汽车市场 没有别的 你不能说我车子耐壮 我车子安全 不是 要很多用户友善良 用起来很方便 像以前我们在买车子的时候 就叫做货 给你厚厚的车主所测 让你从头读到尾 没那个时代了啦 就像手机一样 坐上去 我就自然而然就学会 什么去操控的 那中国大陆以前在这里 是输给特斯拉 这一两年听说越赶越近了 继续加油 继续加油 这方向是对的 我们在52台被撤照 我们在YT被限流 被黄标 我们在脸书被检举 被降触及 我们全都遇到过 但是我们不放弃 让真相被听见 被看见 我们现在有自己的 中天新闻网APP 这里永远不断线 请您赶快下载 中天新闻网APP 因为这个APP非常贴心 中天的新闻直播节目 全都在里面依次买击